歡迎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直播環節 來到問答的時間 如果你有股票問題想問的話 爭取10分鐘的提問 下面嘉賓是我們的分析員譚志樂 在這裡解答大家的股票疑難 安威你好 安威你好 行指方面升級137點 轉身到22,632點 看看這個市況有些什麼 家庭觀眾問問題 在旁邊接通了第一位有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你好 有些什麼問題問我們的分析員 是想問一下 匯豐 之前有52元買人 今天是徐政所 打算得少少 拿了息之後就沽了 即是會跌 誰知道沽了54.5元 沽了88元之後 不跌就反升 想看看我還有1200元 在手頭上怎樣部署 好 阿Dick還有一些 看到5號匯控 還有54.6.5元 升1% 見到的確 由45元以下反彈上來 似乎形勢還可以再上升 是不是 安威現在練習 這刻嘉賓觀眾 應該先拿著再等一會 我覺得匯豐 短期後市仍然有得升 其實雖然除了正 收了息之後 但是短期後市 推升股價上升的最大動力 現階段都是在管理層 這幾天都開始不斷增加回購股份 這些相關的動作 始終大家都等了匯豐回購股份 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現階段管理層在中期業績上面都說到 未來今年下半年的焦點 會落回回購股份上面 金額實際數字都說了出來 但是始終看到他們的行動 我相信對於整個股價的走勢來講 都會有正面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 你說剛剛才開始回購股份 我覺得不妨等它升多一點 才考慮去估出 如果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現階段都升到一些比較關鍵的時刻 第一個大的阻力位 55元這些位置 始終現階段有些離好消息支持一下 突破55元的機會率 我覺得相對地比較高 如果能夠突破這些位置之後 下一個阻力位會升到 大約58元至60元區間這些水平 所以暫時來說 如果拿著1200股 不妨等到起碼58元樓上這些位置 大約接近58元至60元區間這些水平 才考慮去估出離場 好 給多一點耐性 林先生 希望我們繼續賺多一點 我們轉聽下位家庭觀眾 旁邊有吳小姐 兩位支持你好 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2822 可不可以在這位置入 因為經常說深港通 不知道通不通 那麼高 知可不可以入 明白的 想藉著深港通的勢 就查一查一查 南方A50的2822 然後內地股市方面的EDF 現時現在正在11.4元 正在升8元 看到今天雖然說 炒回深港通的相關消息 但是A股方面 又沒有太大的提震 看到也是窄幅上落 現時現在上陣下跌16點 最深報在3,02點 暫時站穩3,000點 看到似乎港股方面的情況 那個反應似乎 各別板塊就升得厲害些 嘉寧官信想藉著深港通 買一買南方A50 是不是時候 其實說深港通幾次出 真的沒有人知道 甚至今天有些消息 都說到收資後 可能會公佈深港通的相關消息 但是我覺得事實上 估這個因素 沒什麼意思 因為其實你都估到 大約有很明確的消息 在8月份至10月份 這段期間 深港通的確會推出 但是普遍大家都認為 深港通推出之後 實際上兩地的成交金額 不會因為這個措施 而貿貿然大幅增加 但是你講到2822 A50指數ETF 我覺得這些位置 是可以考慮去搏一搏的 我關注的 未必說是深港通 這些相關的問題 在這裏 反而在近期來說 好像在湖港通的渠道上 北上的資金是增加了 始終A股研究的股值 也不算是非常貴 近期來說也有利好消息 利好A股方面的表現 包括一些資源板塊 去產能的相關消息 甚至一些鐵路板塊 或者一些內地的經濟數據 整體表現都有改善的勢頭 這些消息也有利A股 做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是2822 這些位置我覺得可以順勢搏一搏 比較關鍵的阻力位 11.6這些位置 今天的股價都試過一度升到這些水平左近 短期後市 其實我覺得突破11.6這些位置 那個機會都相對比較大 如果突破11.6這些阻力位 目標我覺得可以看回12.5這些水平 所以這些位置我覺得可以買入搏一搏 短期後市只要站穩一條50天線 大約是11.1至11.1這些位置 我覺得有條件繼續中線持有 好,不少傑,除了一隻A股的ETF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高分想問呢? 那些12買還是現在可以買呢? 992是嗎? 這個222 22什麼時候可以買? 222我覺得這些位置可以去買 始終A股隨時都可能有個不錯的表現 始終現階段都見到上證組合指數 企穩在3000點上的水平 整個勢頭都是良好的 所以這些位置我覺得都可以開始去買 好,二問下一個了,吳小姐 22992,可不可以又買東西來溝貨呢? 即是之前有一柱 什麼價位有貨? 5.7 好,5.7有貨 都遲貨了一段時間 見到現時聯想集團 做了5.37 其實由4.5的水位 升上來升了不少 之前在炒AR概念 最近又炒了 很多不同的智能手機 將會推出 整個版法炒起了 但這隻來講 是否真的看得這麼樂觀呢? 五個價格之後公佈業績 又應該怎樣做部署? 聯想我不建議溝貨 雖然說現階段廣股有追落後的情況 逐隻藍籌都同樣地去追落後 但你就要留意追落後的意義 未必只是說股價落後 最重要是在股值上面 很多像一些浪人股 或者中移動這些股值 仍然相對地比較落後 但是你說聯想 如果論股值現階段是很難去講的 因為說未來來說 他們都可能會牽涉正然在繼續 虧損受到新業務的拖累 聯想 如果你看到基本因素上面 就相對地比較弱 我覺得現階段的示範就是 一些兩極化的跡象在 這些弱勢的好像聯想集團 我覺得短期來說 要改善相對地比較困難 甚至股價經過之前一輪的技術反彈之後 我覺得短期後市在漲一步上升的空間 未必說會太大 但是有貨的 暫時可以先拿著 始終市場都是在炒一些手機概念股 所以短期來說 聯想我覺得有貨的可以拿著 直播率未必太吸引 如果你說手頭上有貨 暫時會建議 以5元這些位置作為止洩 不穿5元繼續駁一個技術反彈 但如果能夠反彈到 即是接近6元左右的水平 去到6元這些位置 我都會建議進行減支 好 謝謝吳小姐 算不可以跟大家跟進一下 今晚這個熱炒的版塊 手機設備 估計最新表現 聯想跌一仙 剛才提到 5.37元 明天有通訊升八仙報 6.96元 號派集團 1.54元 沒有升跌 水星科技 和信譽光學 破頂後繼續靠穩 現時這一刻 分別是75.95元 和33.15元 正確的時間 跟進一下電郵方面 有位朋友 叫做Chill Yang Ming 想問一下 就是中聯通和崑崙能源 現時這一刻 是否買入的時機 先看一隻 就是中聯通762 看到現時股價 是8.21元 暫時股價 未有大升的現象 4日加日後 公佈業績 等不等業績 才做部署 我覺得中聯通 業績上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驚喜 始終公司發了刑警 但都說是一些結構性的因素 大行都說不意外 後市的看法都看得比較正面 其實你說中聯通 我覺得後市來說 可以搏一搏 始終在很多負面消息上 已經反映了一大部分 做好風險本利 這些位置小住一搏 沒什麼問題 因為你看整個圖表走勢上面 由4月份高位跌下來 我覺得最主要都是反映著 可能之前的刑警 相關的利淡因素 已經反映了一大部分 反而近期來說 股價跌勢 有個開始存定的跡象 技術上都形成了一條中短期的上升軌 後市只要不跌穿這條上升軌 股價向上突破的機會 會相對比較大 所以聯通 這些位置可以小轉去搏一搏 以8元這些位置作為止攝位 不穿8元承擔的風險 降下5%流內 直播率我覺得是吸引的 至於反彈目標 後市突破8.4元這些阻力位 我覺得反彈目標 可以看回9元這些位置 現在 另外就是坤能能源 135 5個加日後公佈業績 看看股價 其實在5.8元 5.9元的水平 其實拉矩了一段時間 看到現時摘住了10天線和20天線 會否擁有另一個突破呢 按照你看 向上突破還是向下突破的機會較大呢 坤能能源 與其看回業績 反而我覺得比較關注 現階段近期的國際油價走勢 相關的因素 始終原油價格下跌 對坤能能源來說 都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因為他們業務上 仍然在原油嵌探戶方面 對他們來說 都有一個很大的貢獻 如果油價仍然持續下跌 坤能能源股價的走勢 就未必會有運行 如果從圖表走勢上 暫時屬於整股代變的格局 會在5.8至6元這些區間 現在再看回國際油價走勢 看來股價向下突破 機會會相對比較大 所以這些位置 我未必建議去反彈 因為擔心穿5.8這些位置 股價會進一步效市 5.4、5.3這些水平額 好,清晰,謝謝你 這次時間差不多 做回新播 提及國股份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的 好,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其他主持人和嘉賓和大家見面